知道的是过五一节 不知道因为过十一国庆了 为什么会有一条街的红旗 办公室里待特别久 脖子酸痛 一直想去泡个澡游泳 家附近的游泳馆都没有那么近 差不多得走着这一两公里 然后又要办卡什么的 这也挺麻烦 趁着这回放假 就是来休闲 泡个澡去 临时起义 还要去迪卡农买件泳衣 不过感觉也挺便宜的 他好像才有五十块钱 反正就是临时起义 其实是因为下雨 然后起来也晚了 本来约了博物馆 然后希望我的博物馆不爽约 然后想算随便逛逛 吃个小吃什么的也可以逛逛 然后早上起来坐了抗议 是阴性的 我可以去我同学家的 因为本来他也觉得我瞎客气 让我去他家的 然后但虽然我有一条感冒的症状 而且还有点咳嗽 咳嗽一直都没怎么好 我很运 然后我就坐了个抗议 往外衣 因为他们家还有小孩 然后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然后我就住个酒店 然后不过我现在测了化妆 至少没有大事 那就怎么知道吧 争取今天吃点感冒药 吃点抗议素 因为我一直都不吃抗议素的 然后 但是实在是这回病好几天也不怎么好了 好是好点 但是没有好的彻底厉害 反而还是吃抗议素最反应 昨天前天早点吃抗议素 可能都早回事 所以可能我体质为什么这么差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每次一个礼拜 要是感冒不好 所以开始直接吃抗议素 有点抗议素烂用 一直以我现在赶个梦 每次不吃抗议素 可能最后就是会吐多辣辣 做一句 谢谢 谢谢 小小小 听起来 好 谢谢 是啊 还记录 哪一天 那天 就一三天 可以 去 好 好 那天 很 嗯